大家好,欢迎踏入国学天地,一起揭秘命运之轮,打造和携斧纸的生活空间,从2024年8月7日的立秋开始呢,就正式进入了假陈年的人身月,2024年呢,还真的是一个多世之秋啊。 包括呢,这个的母亲也说呀,说随四甲陈年,道麻一半空,春夏遭烟末,休冬流不通,也就是说呢,今年,它注定是一个不太平的年头,今年多乱,打仗啊,小烟啊,战争啊,什么疾病洪水,粮食减产,它哪个都没落下了,那下半年马上就要开始了。 这种啊,来自于老天爷的这个考验,它要以怎么样的形式给展现出来呢,在老天爷的这个威压之下呀,我们呢,要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情和节奏啊,来顺应自然,才能让自己呢,这个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状态,事业健康两不悟啊,这个就只能靠顿甲来斩一斩了,我们会对这个月的喜剧事项进行一个梳理,然后呢,我会对工作婚姻事业,求财健康这几个方面呢, 给出趋吉避凶,化解运筹的建议,最后呢,针对于这个月的这个时空状态,我会精心挑选出两大吉日和两大雄日涨,帮助各位更好的营集和夺心。 那这个盘局呢,就是2024年杨历八月,阴历七月人深月的岳家顿甲的盘局了,那说看人深月,首先就要看人,看到这个人你就会知道说这个月呢,他依旧是很难受,为什么要这么说呢? 因为这个人呢,生于神月,神月就是人水的长生之月,说人为水,神就是水的源头,那么人水又落在了对挂,对挂又是人水的沐浴之地,简单点来说呀,说沐浴呢,就是洗澡就是呢,又给水洗澡,那人水生在长生之月,他已经很旺了,又落在有水的方位,那可谓是旺上加旺。 那就足以说明了,是这个月呀,水它是非常非常大的,这些呢,还不够,人水上边呢,它就是个白虎,那在村子文化里边呢,这个白虎呢,它就是凶事啊,白虎呢,就是灾难,在顿家里边呢,这样约定白虎说,若见白虎,是避宿而多生事端,那么这个水呀,它本来就大,又见到这个白虎,这个就属于洪水猛兽了,可以说是洪灾, 但是呢,对于我们来讲,说这种不急呢,它不一定是表现在洪水上,但是呢,也一定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啊,那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延伸啊,说水就是财吧,那水大成灾,那就是呢,钱多成灾,那面对现在这个经济局面啊,全世界都在疯狂的印钱了,但是呢,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在我们生活上给表现出来, 但是呢,随着这个八月份一到,就会呢,水大漫芽,一发不可收拾,各位呢,就会明显的感觉出来,这个花钱如流水,钱不当钱,当然啊,这只是一个方面,可能呢,这个大水漫灌呢,对我们的工作还有生活呢,都会有一定的影响,那我们具体要怎么去应对呢?首先啊,还是要看看这个复文,它是怎么说的,复文就说呀,说人干处于镇宫,物以土埋之,那我们看啊,这个人, 人身月,人水到镇上面是个雾土,那了解五行深刻的朋友都会知道啊,土是克水的,说这个人水啊,因为太大了呀,我们总不能不管不顾,就任这个洪灾四十未虐吧,总得去想办法治这个水吧,所以呢,这个人水到真宫以后呢,上面就见到了雾土,那雾是土人是水,就相当于呢,我看就是我们救灾的时候呢,在那个水边做那个堤坝呀,让水呢,你就别流出来, 在祸害人,所以说呢,任干处于镇宫,物以以土埋之作为,那接着说呀,说主星已经发之,有鸭软之威,成破竹之势,也就是呢,我们看啊,去治水的时候呢,他说,为了防止这个水的压力过大呢,水压力过大,就会把这个堤坝给冲垮了吗?我们呢,就会在这个堤坝后面,用的这个木头,或者钢筋混凝土呢,顶在这个堤坝上啊,做成那种支撑,那这段话呢, 他表述的就是这个意思啊,说因为直伏星是天柱嘛,天柱是金真宫,就是木那金刻木嘛,他就有这个伐木的意思,伐木要干啥呀?那伐木就是为了防御洪水啊,给这个堤坝做加固啊,防止大水冲过来祸害人,那为什么要这么严谨呢?就是因为说那边的水呢,真的是太大了,大到什么程度呢? 妇人说了,说破竹之势,压软之危啊,所以呢,面对这场大水,必须呢,我们要严真以待啊,做好准备才行,妇人接着又说,说不知吉凶之害,反淫之凶,兼而有之,那这句话呢,就是在解释的时候,为啥要这么小心解释呢?就是因为这个雾土啊,他在镇挂的这个状态,就是挺没有力的一种状态,因为呢,雾在这里边呢,是六一畸形啊,烟波掉头哥就说了, 说甲子之夫抽象东说的呢,就是这个意思啊,就是雾道阵,就是呢,这个雾啊,你别管它是土,还是水泥墩子,或者是石头垒的墙,不管它是啥,它在这儿呢,都不好使,为啥不好使呢?因为镇挂未动,那我们简单点理解说,不管你这个雾是土,还是个啥东西,说你禁不住我一个劲的这样啊,摇晃,你摇晃摇晃他,肯定他也得摇晃散架子,那这个用来防水的这个土, 如果说被摇晃散架子了,对整个局势来讲,就是洪水冲破了堤坝,危险呢,它就来了,其实呢,这段话是比较有画面感的,就是很多时候呢,我们在面对危险,面对困难的时候,我们总会认为,自己的这个准备工作呢,做得很充分了, 但是呢,殊不知啊,我们那点优势呢,就被敌人偷偷摸摸的一点点就给残尸干净了,做到后面呢,他就引用了两个典故啊,一个是肥水之战的这个附坚,一个是火烧赤壁的曹操,这两个都什么都是,本身实力很强大,准备工作也做得非常充分,但是呢,最终以战败结果告终的, 这个历史典故为什么会这样呢,就是因为啊,自己觉得自己能应付,觉得自己一定能取胜,但是呢,错误的评估了局势,错误的评估了风景,导致自己陷入了困境,接下来呢,就是复文最后一句说是生意儿家镇,暗手生服,燃雀武之功,意义降甚呢,说的就是这个道理,说你觉得你准备的万无一失的,你觉得你可以啊,得这个天是地利的人和,但是呢, 那些都是你自己以为的这个,这是门金门,它本来就不是好东西啊,是吧,这个金门呢,又跑到了更挂金门道更,那从六十四挂来讲呢,就是则山贤贤挂,就有那种交感的意思,无心之感的意思,那敌人暗中连通,就是那这个跟那个水流一样,说涓涓小溪,最后一定是汇聚成河的,说人家之间这个心有灵犀,暗中勾结,那你要是不提防,最后呢,受伤的难过, 悔不当初的,一定是自己,那到这儿啊,说我们这个复文呢,大概就翻译完了呀,我们呢,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啊,说面对这个月整体的这种时空的特征呢,我们可以得到的提示呢,就是两个字啊,小心,说面对现在整体局势和经济这个局势啊,说你可能觉得呢,自己做好了准备啊,做好了应对的措施,但是呢,你的这些准备显然是不够的, 因为呢,面对如此大的洪水啊,人力总归是没有办法抗衡的,那我们要怎么办呢,我们分几个维度来谈啊,首先呢,我们讲讲事业的发展,按照这个月顿甲盘踞的这个卦象呢,我想这样,跟朋友们说呀,说黎明前的黑暗呢,它总是最黑的,也是人们防范意识最弱的时候, 这个盘你所描述的这个卦象呢,就是这种啊,在你不知不觉之间呢,这个大水啊,它就给了你致命的一击,如果说呢,我们明知道这个大水要来了呀,那我这个堤坝呢,修得再高一点,这个钢筋架的再稳一点,它也不会有灾,或者说呢,虽然我们受灾了,但是呢,婷婷也就过去了呀,它难就难在哪儿呢,说看着一切都不错,但是呢,内部的根基呢,它已经空了呀, 那个本来还算牢固的根基呢,就正在一点点的被惨死,平时看着都没事,但是大水一来的时候,就瞬间崩塌,溃不成军啊,如果你是个老板啊,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呢,说这个阶段啊,请你一定要做好反思,做好自行,做好自偿,你也可以做这样一个极端的假设呀,说在这个大水漫贯的时候,你要怎么做才能呢,保全住你自己的产业,孟子就说呢,说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, 有危机意识,有忧患意识,才是一个合格企业家的这个必备素质,对不对,虽然说盘局的挂项是比较凶的,但是呢,它也不是没有解呀,只要能够做好这个应对措施啊,稳固好自己的这个根基, 尽早的发现根基上的这个不足,它也不是不能过去嘛,虽然在这个阶段当中啊,说降薪裁员可能是你作为一个老板,一种不得已的选择,但是呢,请牢记一句话,留的江山在,不怕迷彩少,那如果你是一个天选打工人啊,那我想呢,在这个阶段啊,站在公司的角度,分析下市场的这个趋势, 结合公司上下游的线索呀,适当的给老板做出提醒,可能是你的机会,那在这个阶段,说恐怕降薪是必然,但是呢,降薪它也好过,没有新的对不对,这个时候呢,跟老板齐心合力,抱团取暖很重要,别管钱多钱少,按照这个盘局来说呢,说能有个稳定的工作,它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事,不要觉得老板不是人,说待遇不公平,发展没希望啊,然后然后你, 就撂绝子了,要跳槽,更有身者呀,他是这个要裸辞啊,其实你相信,我说的很可能的,你换了工作,还不如现在这个,那如果说呢,很不幸啊,你被裁了,那怎么办呢,那我希望你呢,也别怨天尤人,也不要自暴自弃呀,记得呀,要顺应潮流,顺应时代呀,顺应趋势,尝试着去接受改变,学会改变啊,你可以往南方求一求,因为南方有光,南方也有贵人, 那你的升级问题在南方呢,是可以得到有效的解决的,这是事业的方面,我们接下来呢,来谈一谈求财呀,那我经常给我的客户呢,这样,怎么讲我说呢,不是英雄造实事,而是实事造英雄,说站在风口上,一个猪呢,它都能回飞,虽然说现在的环境不好,还是没有风口,但是呢,赚钱的机会呢,它也不是没有啊, 你只要能够稳得住你的这个阵脚啊,留的江山在,这个钱呢,它也不会很难赚啊,因为这个盘局呀,它这个财星呢,是反映在门户之间,所以呢,不要想着扩张,守住你的阵地,把你自己的生意给维系好啊,也依旧是有钱可以赚的,另外呀,因为这个全世界这个大水灌溉了这么久, 从挂架来看呢,说放水之后,这个影响呢,可能在这个月就会表现出来,那座估值,做期货,做外汇交易的这个朋友啊,这个月呢,可能就会有机会了,但是呢,请你务必做好对冲策略,因为呢,这个本金啊,才是你能留在牌桌上的这个唯一的筹码,接下来呀,那我们谈谈这个婚姻感情,如果说是整体的环境不好,那资产贬值收入,下降很多时候呢, 家里这个感情呢,他也会出现问题,因为古人就说嘛,说贫贱夫七百十哀呀,恐怕呀,这个月呢,家里面的这个口舌呢,也会叮叮当当的,一直都有说,哎,这互相就看着不顺眼了,心里边呢,就经常会爆发这种,我要跟他离婚,我要杀了他,我要弄死他,那种那种想法,那从挂,乡上看来说呀,也应该是这样的,因为这个月的离婚的人数啊,一定也会很多,那我给各位的建议呢,就是, 一定不要冲动啊,离婚的成本很高啊,说,如果是没有原则性的问题啊,双方呢,你换个角度去沟通啊,多给对方一些尊重,也没有那种过不去的卡啊,各位啊,面对婚姻的问题呢,我想劝各位啊,就是千万别冲动,冲动的结果一定是后悔,那谈恋爱的朋友这个月呢,记得呀,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,那一定,不要在钱财上过于算计啊, 你女生就可以啊,多给这个男生买点礼物,这样可以增进彼此这个感情啊,那男生啊,记得呀,说,可能你这个月呢,这荷包会有点紧,但是呢,咱们多有多买,少有烧买,不要把花多少钱给女生买东西的这个事,挂在你的嘴上,否则就容易生出矛盾的是吧, 为了碎银几两,错过了最好的人生伴侣,那一定是让你追悔莫及的,单身的朋友呢,这个月啊,就不介意你主动出击了呀,说别着急确定关系啊,那双方多了解了解,对谁呢,它都不是坏事啊,那最后呢,我们来谈一谈这个身体的健康,说环境不好,人的心情它就不好,那心情一不好,身体它也会不舒服,对不对,那从5067的这个角度来说呀,是吧, 我们这个阳历八月,阴历七月啊,这个人身月就属于呢,风诗两气交争,那从更加盘踞这个卦象来看啊,天瑞星这个病神呢,他倒更卦,更卦就为经络,更卦也为皮,所以呢,这个月整体状态就是风寒侵袭,免疫力不足,那皮肾阳虚寿导致呢,很多人啊,会出现这种高烧啊,呼吸不畅啊,两足萎弱无力啊,赤白力等等这个症状出现,那绕开这个 术语呢?我们简单的说呀,就是呢,这个月水气很大呀,空调吹多了人他就会病啊,那怎么调整呢?哎,我们呢,就趁着这个立秋处暑啊,阳气还不弱的时候呢,我们就出去啊,多补补阳气,多晒晒太阳啊,就多养养生,一定要不会吃亏的,那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月的一些情况的分析和建议了。 那针对于这个月的盘局呢,最急的方位,它就是南方的离挂,因为南方有九地生门,又得丙定二期啊,它是一顶一的好格局,那南方除了是方位之外呢,它也是太阳,所以呢,这个月啊,我们呢,一定要少吹空调,多往南边去走走啊,多去晒晒太阳,一定可以帮助自己呢,提振能量。 但是呢,各位啊,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的准备是吧?别因为晒太阳,把自己晒中暑了,晒伤了也就不好了。 接下来啊,就是我们精心挑选了这个月的两大吉星日了,是吧?每个吉凶日的洗滴事项呢? 我们都做了详细的说明,那大家做好截图保存,如果说呢,您对这个日子的应用有什么问题呢?您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啊。 那好啊,今天的内容呢,我们就讲到这里,感谢您的观看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,关注我,每个视频都有收获。